HELLO 農曆七月又要到了 大家还记得我们去年曾经介绍过的 说文解字文字鬼故事吗 如果你们不记得的话我就 提醒你们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呢 就要再去回复一下哦 那我们今年要来说一些什么样子的题材呢 我们这一次呢就是要重启我们的YA研究院 然后要告诉大家一些就是台湾的民间传说 还有一些经典鬼怪的故事 那首先第一趴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两个山林的民间故事 这张图呢我们来看一下猜猜我是谁 他是蛇 对你觉得这个主角是蛇 然后是什么样的蛇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就是神奇宝贝的蛇呢 就是他本人 我们今天的介绍就是神奇宝贝 看看玩笑的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讲的是蛇狼君的故事 一位老翁他有三位女儿 某天修炼成人的蛇精化作美男子上门求亲 如果不答应的话就要吃了这个老翁 大女儿和二女儿呢当然是打死不从 他就为难了老父亲小女儿心软之下便答应嫁给蛇狼君 蛇狼君呢相当疼爱妻子 婚后两人过着神仙圈女般的生活 某天大女儿和二女儿一起来拜访妹妹和妹夫之后 看着她们过着优渥的生活 心里非常羡慕 变起了邪念害死自己的小妹 并且扮成小妹的样子跟蛇狼君继续生活 而被害死的小妹之后透过各种方式 像是化身小鸟变成柴火等等样貌 想告诉蛇狼君姐姐的恶行 终于在最后成功复活并且拆穿姐姐 两人再度过上幸福的日子 蛇狼君这种类型的故事呢其实并不少见 像西方世界的话大概就是美女与野兽 那在华人文化当中呢不只是汉民族有 而且连原住民族也有 对而且她们不同的族群啊 就可能会带入不同的思想跟文化 那像台湾刚刚讲到蛇狼君这样子的话 就会套入一种高富帅形象 那在原住民的类似故事当中呢 这个角色通常会带有一些神圣啊 古灵的一些意象在里面 那女主角呢不用说都是善良孝顺而且重视承诺 有点像是在传统父权社会底下那种 典半母性的感觉 接下来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呢是这个 你觉得她是什么样的一个 是一个肌肉型猛男 她的肌肉体验是挺大的 不过这个主角呢她就是好久好久的故事 是妈妈告诉我 介绍 我刚刚也唱大家我也没有唱 我就是音送了一下 大家应该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耳歌 那这一次呢第二个主角就是我们的孤婆 山脚下有一户人家 有一天呢妈妈要外出 屋里只剩下一对姐弟 于是老虎今就变成姑婆的样子 骗小孩开门进到屋里去 睡到半夜呢虎姑婆把弟弟给吃了 姐姐听到之后问虎姑婆在吃什么 虎姑婆就把弟弟的一个手指头丢给了姐姐 姐姐镇定的假装要去上厕所 进而躲到了门外的树上 等到虎姑婆发现她之后想要吃了她 她机智的要求虎姑婆烧一锅热水 经过一番周旋 她就把虎姑婆给烫死了 虎姑婆的故事呢 在清代或是更早期的文献当中都有类似的记载 对其实不只是亚洲国家 像世界各国都有一些像是 比如说小猴帽或是糖果屋 都是这样的类型的故事 那这些故事的最后呢 其实都会有一个小孩 她就是用她的计谋 用她的聪明才智来化解这样的危机 那她这背后的含义喔 应该是在教小朋友不要去理会陌生人 否则有可能会发生危险 那也很有可能是在跟小朋友说 如果你遇到危险的情况 一定要保持冷静 用智慧来化解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继续来讲我们的台湾民间故事 陈首娘的夫婿过世之后 她首结不嫁 没想到县衙门的一位师爷 用金钱诱惑她的婆婆和小姑 想逼她卖身 但是陈首娘宁死不屈 最后惨死在她们的手下 依照丧葬礼仪 首娘的弟弟前来封关 却发现首娘的死状凄惨 认为是被谋杀的奉而告官 而县令还包庇师爷想要习世民人 遭到愤怒的湘民群起抗议 由于事端激烈呢 首娘的婆婆小姑随后被判了死刑 而逃走的师爷最后也惨死 那也有人说是冤魂作祟 才会出现这样子的结局 那民间还有一些 陈首娘因含冤而作祟的一些说法 其后呢她获得封号 入寺官方的解笑词才得以平息 继续我们来看到的是 和陈首娘并称为 清代府城三大契案之一的 林投姐的故事 她的丈夫呢 在渡海前往中国大陆做生意的时候呢 因为船只翻覆 所以就醉海而死 那丈夫死了之后 她就依靠这个遗产来独自抚养三个小孩 那她丈夫在生气有一个好朋友 就很常到家里来去寒温暖啊 所以两个人最后就日久生情 那这一名男子呢 她还发誓说 她绝对不会使乱中气 所以最后两个人就结婚了 然后还把丈夫的遗产 都交给这个男子来打理 但没想到 这个男子她真的只是为了钱 拿到钱之后呢 她就回到原来住的地方 去另外娶妻生子 就把女方遗留在了台湾 那最后女方呢 她把身上的钱都用完了 生活就很困苦 在两个小孩子饿死冻死之后呢 她把最后一个小孩掐死之后 就在灵头树那边自已 那从此之后 灵头树林这种女鬼出没的消息 那地方上为了安宁 所以就慕斯建庙来供奉香火 并尊称她为灵头姐 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最后女方的冤魂呢 是越过了台湾海峡 去找这个复兴汉 那女方就附身到这一名复兴汉的身上 并持刀杀死的妻子和小孩 然后再自杀 那我们回顾到去年说文姐姐的 鬼文字系的影片呢 我们可以得知 像是成熟娘 还有灵头姐这一类的故事呢 她们这些角色很有可能 会被列为像是厉鬼的模式 而这两个故事呢 她们分别因为不同的原因 而产生一些报复的行为 那由于这样子 后人呢 就会想说那 要帮她们做一些 像是建庙啊 祭祀 或是说要采取一些行动 来化解她们的冤屈 除此之外呢 这一类的故事 还体现到 像是手针啊 针结 这一种 那在原住民的类似故事当 那在原住民的类似 蛇狼君这类型的故事呢 其实并不常见 很常见吧 蛤 很常见吧 在台湾本土故事 华人社会呢 也都还有很多的 童话和民间故事 内容都非常精彩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故事的话 我们之后也可以 再整理介绍给大家哦 可以到我们的频道IG 和我们留言互动哦 那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记得订阅咱们啊 那就拜拜